因為可以在基隆港 看到很多的老兵 為林喜耀開箱城市博覽會 林宥昌仔細講解 呈現任內打造新基隆的新風貌 那林宥昌的新工作 也有著落了嗎 沒有 我們把基隆市政做好 謝謝 市政做好就好 勝不到半年 就要卸任黨內同派系成員點名 林宥昌可以代表民進黨 征戰新北市長 大家聽了 真的都有這樣的想像跟期待 民進黨很多任滿的縣市長 像鄭文燦 林志堅 潘孟安 我想他是民進黨的寶貝 真的是寶貝政仗 桃園市為了成功提名林志堅 黨中央十五號下午 邀請其他有意參選的人肯談 表示將會私下舉行民調後 最快下週提名 與會的鄭保卿氣炸 形容根本是一場鴻門演 林志堅現在是新竹市長 他戶口都沒有欠到桃園 連參選的資格都沒有 況且沒有做好做馬 一個落寶的市長 會變成嫌疾最大的破口 我們也特別希望中央黨部 不要造成新竹桃園的雙輸 桃園 新竹究竟會雙輸 還是雙贏 民進黨現在確定雙雙亮牌 因為有意參選新竹市長的鄭鴻輝 也PO出與總統蔡英文 總召柯貼民的合照 表示願意成全沈惠宏不再糾結 未來民進黨選對會 那我想對於新竹市長的提名人選 不管是提名民調最高的鄭鴻輝 或者說有其他的這個布局的考量 來徵召其他的人選 我想鴻輝都會尊重 民進黨桃園 新竹各就各位 要拼出雙贏延續綠色執政 近新聞綜合報導 記者寬議員 請進 chose 未必要 base